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科学回忆录的时间了 我想问陈正博士 在科学史上有没有一些人的才华很高 差不多到天才级的水平 但是在制狱方面是非常之悲惨 而到今天我们是完全无知有这种人呢? 我不管想我自己算不算 对不起 我自己连有才华都不算 所以最后没人知道是很正常的 但是很多时候在历史故事里面 这些人物可能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他怀才屈不遇或者被荒废了 就是有刑期的 但是如果有到的地步是完 然后被记录下来 那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这样的人物的故事 那今天就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好科学史上面 尤其是在中国近代的物理学史里面 一个非常悲剧的人物的故事 这个悲剧人物我自己也有看过的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稍微清闲一点 我在城大教育官里面 都看过一个人物叫传奇畜星北 但是这里可以提一提的 就是现在后面这个引述的文章 就是李正道写的 事源就是他1972年10月17日的时候 他回去见周恩来总理 周恩来总理就问他 我们中国缺乏人才 你可不可以想一些方法帮帮我们 你觉得很爽的话 你们不是没有人才 不过你们没有用他 其中一位就是我老师 祝星北 那陈静雯可以今天介绍一下 祝星北是一个什么人呢 好啦 其实要讲这个故事 我自己知道这个人 我很久之前就算去读回 《若真宁教授》和《李正道教授》的故事里面 就会见到《若真宁教授》这个人 然后我没有很仔细去找他的故事 但是直到十多年前 我还记得当时还住在铜锣環那边 我就记得我走上铜锣環书店 就是现在已经不再存在的铜锣環书店 我在铜锣環书店的地下的堆里面 就找到一本书叫《若真宁教授》 原来那本书当时是出了几年 是简体词书来的 大陆的出版社 我真的是揭这个人物 其实基本上我一看它本身的故事 我看在头那裡 我已经不是很忍心地看下去了 我现在这本书不难找 还在网上可以找到 但是这个故事我对于这本书太悲剧的一个地步 我直到没有很大的动机去看下去 但是在这次《若真宁教授》那里 我也觉得这个悲剧的故事很值得跟大家去讲一下 所以就认真再看一下李正道的老师 畜生不教授的故事 好了 他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他做得李正道的老师 所以是一个清末民初的人物 他出生就是民国民前的 就是1907年 他过世就说80年代过世 七十多岁左右就过世 简单点简介就是说 他清末时候出生 但是他是世家子弟 他爸爸即是这个畜家他本身就是基本上就帮忙 是跟那些雄顶商人去做 去帮他们在手下做生意 而且是跟那个家族是哪个家族呢 台长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了 有一位清代末代的状元 末代清代的状元 他就转行做了雄顶商人 就跟盛宣怀那些人继续去搞生意 他那个叫张简还是张贤 张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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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他就是畜家 即是畜生北的爸爸 他就跟着张简的家族手底下去搞羊毛 搞实业的 所以家里很有家底 然后基本上他自己就是不用怎样做的 但是于是就把家里 也都很愿意接受西洋的新事物 就是将他送去新的学堂 甚至乎很早沒有獎學金 他們自己掏錢 就可以將畜生北就送去外國讀書 以及去外國周遊列國遊歷的 他在說他接受教育的地方 由他自己去江蘇出生 一直在浙江和山東讀書 接著基本上讀的都是教育學校 譬如在浙江讀的學校就叫支江大學 那支江大學現在就沒有這間大學了 但是如果你看回歷史 原來他後來在1952年 就跟隨了整個基督教會就下來香港 就成為今日的香港崇基學院這一部份 還有計算其他什麼聖約項大學那些 就是這些都要什麼學校 另外就是他之後也去了山東讀教育學校 由那裡再考了去美國那裡讀他的學時學位 然後還未完結 從美國那裡再去了 就是他還要經歷 從亞洲到歐洲那邊 就去到英國那裡讀了一個碩士 物理學的碩士 然後他跟的師傅是跟誰呢 是跟Eddington 就是在今時今日 如果在講天文學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英國天文學裡面很重要的 不是在講Eddington這些人 就是在講天文學 宇宙學面有一個概念 以去明明那種的人 OK 然後不止 他本身讀書的時候也都跟過達爾文的孫 來去學數學 後來因為他在英國的這段經歷 他就被Eddington 佔了去麻省理工那裡讀書 那他沒有讀完 他讀了Master Degree 大約1931年 真是九一八事變 他就回到中國那裡 然後回到中國那裡 就是你可以說他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種熱血 要去救國 那他就立刻就進入了這個南京的中央陸軍學校 就是其實在對應南京的黃埔軍校 因為當時就已經講的1930年代就北伐就完成 所以整個黃埔軍校就在中國的各省各地都做了很多分校的 最原先就在廣州 但是基本上就跟隨整個中央政府就搬了去南京 那麼他就去了這個南京的黃埔軍校那裡就教文理 那麼同時間他就被浙江大學就研覽了 在浙江大學那裡就做教學和研究 那麼他的才華體驗在哪裡呢 就是自從他被國民政府和這些大學那裡一路去研覽之後 就發揮了他的才能 他在研究上面在厲害度又怎麼樣呢 1946年他有一篇Nature的文章出來了 是研究那些相距律來的 那麼他甚至乎呢 講著Richard Feynman在那個二戰時期研究 一些電磁學的研究的時候呢 他有寫文章來去 去講一下Richard Feynman想這條條件 其實不用想的了 不對的了這些東西 他有反應的 他是和Richard Feynman是有隔空上面的學術對話的 他們不認識對方 但是有這樣的對話出現過 相傳他還接觸過愛因斯坦 但是這個就未必很能夠考究到 但是也都有證據就是他和愛因斯坦 曾經試過是出現在德國的同一個學院裡面 可能是做過一個同事 但是實際上 因為他就是一個RA身份 他就不是一個正式教授身份 但是會不會他們有接觸過經驗 這個就無從考究 但是也都是因為他的家底 支持了他的遊歷的關係 那他就是其實 正正就是在這個1920幾年代 就接觸到當時 叫做在歐美最頂尖的物理學的人物 和他們的研究 就將這個東西直接也都帶了回來 在當時的還是抗戰時期的中國那裡 那一路來講他回到中國之後 就經歷了這個 就是在他最黃金的時期 就是由他1931年 一直到1949年 中間這十幾年的時間 他經歷了這個抗日戰爭 跟隨國民政府的大學一起去向大西南遷移 那當時浙江大學 就是他工作的單位是浙江大學 那他也都曾經試過 就是跟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 爭招後來師比 新校長 俗賀貞 就抓他回來 去玩樂回去 但是一到抗戰的時候 整間大學要搬 他就是在物理系的 但是他也都需要去到化工系那裡 教學生的 而當時浙江大學 因爲搬散了 有些的學系就要在 都不是在浙江了 就要疏散到貴州的地方 有些就有個地方就在微潭 有個地方就在遵義那樣 就是那些不同的學系就散落了 這個浙江大學不同的部門 就散落了不同的地方那裡 那當然你也都知道 有些北大清華就直接搬去昆明 就是西南聯大那個概念 但是爲什麽要提這段歷史呢 就是其實他在浙江大學 流落在貴州時期那裡 他就認識到李正道 而李正道當時就是 剛剛進來讀的一個年輕人 而後來就是 李正道讀了不太久 讀了一年左右 接著就轉去昆明的西南聯大 就跟不進去了 但是爲什麽說到 李正道和畜生北都有這麽深的交情呢 其實就是那一年的時候 畜生北 他是已經和李正道分享 就是他的書和他的研究 甚至乎當李正道要走的時候 他就說 李正道你就不要讀化工了 你不如想一下讀物理 所以就是說 當李正道轉向去讀 從化工轉向去讀物理 我覺得畜生北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而且畜生北將他自己 這本電池樂送給我 上面的任何一條題目 所有的題目他都做了 而且特意開本部 將所有的題目做了就記在那本部 他感受到那種風采就是說 怎麽樣是一個研究厲害的人 同時教學也可以很厲害 所以就是那種一種很傳統的 學人之家的學術氣息的感染就是這裏 那這裏基本上 其實呢 我講到這裏呢 已經不小心講了 即是幾乎講了畜生北教授他整個人生的生平 由出生到最高峰的時候 到後來呢 抗戰後期1944年的時候 講完這裏就是呢 他就沒有再在浙江大學那裏入教 那記得當時浙江大學還是在貴州的 還沒有搬回去 但是他去了哪裏呢 他就去了重慶 國民政府軍令部那裏 就做雷達研究 那他呢 被稱為中國雷達之父 那因為他對於無論相對論 對於電磁學 非常有心得 那他呢 就協助當時的國民政府去開發雷達 那現在看回就是說呢 其實他是因為人工高才去的 他就看錢看得很緊 但是人工高度是怎樣呢 他說如果在浙江大學教呢 就大約當時應該二、三千元左右而已 就是當時的法幣 就是這兩三千元當時買到什麼呢 但是因為整個擴展歷史的通脹都變得很厲害 所以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你想像到一般當兵的人工 可能就只有百多元而已 但是你二三千元算是多理想 但是其實呢 都是捉坎見爪的 但是他去到重慶那裏幫忙開發雷達 這些重要的東西就出到一萬元人工 他就去了 但是也是因為這段這樣的歷史呢 就令到他在之後 譬如國民黨退了去這個台灣之後 他沒有走到 他留在大陸 這段的歷史就令他以後就受了非常非常多的苦 基本上他的研究 由1952年開始 大陸的高校改革 再加上後來那些熟反、震反、反右 那些這樣的運動呢 基本上他就已經再沒有機會去從事任何的研究了 那我看的那本書 我都記得他在教學方面相當有才華的 這些學生我都聽了 以為這些學了 其實他一教就完全是另外一回新的東西來的 不過呢 你說剛才他很看得很重錢 我也都記得這件事 就是他 不知道為什麼呢 他自己其實就不是很缺錢的 但是他看錢就看得很重的 而且他聽說就是很臭脾氣的 一定的了 這個就是一定的 他跟很多人吵架的 就是一個世界只有一個公子來的 就是一路自己說了一件事的 但是就才華還人 因為他始終家裡就對他風暑教學 那他的下場是怎樣的? 其實這裏呢 去到這條路 就是你不得不可惜就是說 就是以當時的一個人才 這個人 你想一下 其實他沒有博士學位 但是他的才華絕對有夠拿博士學位的 當時他為什麼在美國那裡 不完成了整個博士學位才回來呢 那可能有其他原因 他有交代過可能是他家族上 傳統上因為他媽媽要去結婚 這樣的原因 其實結婚之外也是要將一盤生意 家族生意交代給他那一代的人 這樣的意思 也都是同時 就是當時就是九一八事變 而且他當時也是 其實去美國的時候才十幾二十歲出頭 很容易血清裂的 他在美國那裡加入過美國共產黨的 那就是對於那種 就是他怎樣發奮圖強 振興國家呢 他應該有他的信念在那裡 好了 他回到沒有跟隨國民政府 撤退去台灣 也都沒有好像當時那些 好像新亞的那些藍內學者來到香港 也都沒有做這樣的 那他一直就留在這個設康大學 但是呢 就當時就適逢那個高校改革 那麼他也都被調去其他的大學那裡 就而且呢 將他的研究方向都是 就是研究方向都要服從分配 就是你原師研究那些東西 覺得不實用性的 不是業助到生產的 那你去搞他就轉了去搞海洋的研究 那麼去到搞海洋研究 完全對他來說是一番新的東西來的 但是基本上他做了幾年之後 沒多久呢 發表了一些的結果之後 也都跟外國就斷了 斷了聯繫的 也都沒有再發表 在外國發表新的論文 就是跟整個外國的學界就斷折 這樣東西其實也直接導致了就是 那個中國的當時 在1949之後 對那個千端科學發展一個很沉重的打擊 但是接著下來 更加沉重的打擊未來 就是講著他 因為他曾經是在國民政府做過發展雷達這件事 是接觸到一些比較高層次的機密和科技 也都收人工收不少 OK 於是就被打成為一個反革命 以及極右派分子 去到1974年 去到文革就快結束了 才叫做擲帽 中間的情況就是 你可以比較一下 在前三強這班人去搞原子彈 1960年至1964年的這段時間 速星北基本上就處於一個 只是去勞改的狀態 他只能夠靠工餘的時間去做少少的業餘的研究 他也趁著在那六十年代 那些被人整肅、勞改的時候 就將他自己對於《合議相對論》的認識 就寫成了一個的講義 他寫成了一本 準備用教科書 可以拿來做教科書的《合議相對論》的一本書 但是結果這本書就等到1995年 唯有紀念他才出版 你想一下中間 他連想留下一些東西可以存世 都非常困難 去到1974年他叫做習武 到1979年整個叫做平反恢復名譽之後 其實他整個人已經老了 那些火氣後來就不減當年 但是健康狀態差了很遠 而且被政治運動整得 對於很多政治上的議題就很逆來順受 但是唯獨是到他教書那一刻 計算數的時候他才有些火 你想一下就是 當時李政道教授去問一下 畜生北在哪的時候 那一刻他連勞改了不如 他基本上就去了洗廁所 是的 我覺得真的是洗廁所 他基本上是洗廁所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他有能力去培養大師的人 他自己也都有能力去 去做一個最尖端研究的人 在他研究生涯片 最黃金的時間 你計算一下1907年出生 1947年左右去40歲 最黃金的時候40多至60多歲 出黃金 就是去培訓學生的那段時間 基本上就被共產黨的政治運動 完全毀滅了這個人 於是你數回最大的成就 就是要數回他 就是基本上由1930多年 到1949年中間 還是民國時期 就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那個日子 就已經是他最風光的時候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不是太多人記得 甚至我想讀你學的人 都不是太認識這位的學者 因爲甚至乎他的著作都沒有留下多少 也都不會後世 不會看他的教科書 唯獨是勉懷了一個才華就是這樣 他的程度不限於此 看到最深酸的一個位置就是 他1983年過身 他過身之前去交大陸的就是說 死後就希望將自己的遺體貢獻 他貢獻了一個遺體之後 就很衰不衰呢 純粹因爲行政管理失當 竟然他那條絲擺在那裡 六個月都沒有人來 結果最後他有人醒來 有一個遺體準備給人來研究 就已經那條絲已經爛了 就已經那條絲已經爛了 連他做標本的價值都沒有 這樣都沒算 那你可能想著 就將他好好埋葬了就算了 結果當時1983年就說 就找兩個學生來不算 都用不了了 就抬走了去 撞了去 找個地方撞了去 誰知道那兩個學生 抬著抬著嚴重嚴身腹 就在中途 在一個大約在一個校園 某某體育館隔離 那千秋架的位置下面 就隨便挖了就撞了就算了 就是一代 二十世紀初可以成為大師級的一個中國的物理人才 最後死的時候就是這樣草草收場 他走過足跡 他能夠證明到他能夠培訓出 好像李政道這樣的人才 而他也都被李政道教授認為 他本身是一個這麼有才能的人 那人生的前半身是後半身 很明顯就是完全是受過政治環境 就是他的才華就是完全被他淺淡 那就是一個中國近代 甚至現代科學史上 我覺得是一個絕對的悲劇故事 是啊 我們的結論都是跟我們以前那樣 中國不是沒有人才的 中國人才是要在美國或者在歐洲發展得好些 如果是來到香港又有另外一個發展 比如崔奇來到香港 跟著就去了美國最後拿了六倍獎 我曾經見過高坤教授也是 但是如果你說真是遇到一些政治上的 和你學不相關政治上的一些風波的話 或者一些挫折的話 這個就我想不能夠去怪外國是怎樣怎樣 只能去歸咎於中國本身那個 比如文化上 政治制度上 我們對科學的態度 為什麼會形成一種這樣的狀態 是的 大家記得 我們在早幾集的科學會錄都特意講過一些 蘇聯時期的出色的物理學家 蘇聯他都是奉行的這套制度 他依然可以引用到諾貝爾級數的研究 當然我們也嘗試解釋過 就是為什麼有一些研究忽略了沒有大發展 這個也都跟他們那種研究的規劃有關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對於那個知識分子的待遇 其實你會看到跟中國也有一些分別在 就是蘇聯他講的就是他一直 他都有引用到那些諾貝爾級數的大師出來 但是你會發覺就是 中國來講他連那些都沒有引用到 諾貝爾研究的那些人 有發派上的水平的人 已經在很早的階段就已經被踐踏了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之可惜的一個地步 就是未來我不敢說 是不是中國大陸一定沒有去原產的物理學家 有也都不奇 因為可能你會看到 可能現在他不再做回以前的東西就可以了 但是你也會看到就是 那種對於這些科研人員的飯碗 和他那個研究的環境 你有多注重就直接是會 由歷史上我們看到一個很殘酷的歷史實驗 就直接影響到究竟人不能否認識到 一個本土的一個最頂尖的科研人才 但是我可以補充一件事 這個悲劇是繼續發生著的 張秀成教授 是啊 我認為是的 可能有一次我們會特意講講張秀成教授 就是我都認為他是有能力 他扔著排隊拿諾貝爾獎 但是他如果去就自殺了 說就說是抑鬱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被抑鬱 這個就有另外的內情去到 一個謎題來的 好了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還有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下個禮拜 請 JENN大清聆 あります 他要不上禮拜 你們 Print 回叫我